欢迎大家来到这一节的曼联新闻一分钟 这一节也是一篇好闻分享 在曼联官网有位记者叫Adam Marshall 他写了一篇文章 为何我们期待班奴第二季的表现呢 当然他说了一些关于他第一季的情况 也说未来这一季 为何要对他有期望呢 他说班奴法兰迪斯治加盟后 亦对球会有很大的影响 他在一个新来到曼联的情况下 这么快可以融入又获得最佳球员的奖项 其实真的令到各位的曼联球迷都很喜欢他 尤其是你看到对着西维尔的时候 这位前史布廷的球员 你看到他那场球是累得非常 我也记得我一拍大包角度 我都说为何不换他呢 但是不换他之后 他虽然多累也好 他仍然都可以做到一些有趣 或者致命的传送 而令到我们是有威胁的 这一样东西就是说 他为球队的奉献 就算他几倍也好 说真的已经是 要走着踢 但是 只要一个机会他看到的话 他都会用了他最后的口力 去跪球队铺桥踏路 去令到自己的队友有机会射入 射球的或者入球的 这个足以在他的数据那里反映到 他的足球的入球的参与率 而且他的确是一个12码的能手 在很多情况 在压力之下给他的42码 包括里斯特成那场 哥本哈根和西维尔两场 欧爆杯的12码 都被他射入了 因为这件事是很难的 在压力之下42码 始终和普通42码是不同的 OK 所以以上他所做出的好表现 尤其是永不言败的精神 令到球迷对他特别喜好 他亦都在对西维尔那场四场比赛 告诉大家 他对着一些比较强的对手的时候 他都做到他 应该要做到一些进攻方面的事情 尤其是对手西维尔 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中场 Everbernega 其实他在控制中场方面 是相当厉害的 但是 我们的Buno·弗兰迪斯 这场球其实也是 表现出色的 就算是这样也好 所以 Buno也令到我们曼联邦迪 最开心的地方 就是他很愿意去做一些 比较危险性的进攻 即是 他很多时候 是把球传到一些比较拎的位置 给自己的队友 或者他自己也很敢 拿着球去做球 以及自己冲入禁区 冲入一些危险的位置 去制造一些射门 或者助攻 这个态度 其实就告诉大家 他很想去赢球 他一心一意就是为了赢球的落场 就不是为了稳定 就是一些套数据 这样的 OK 这件事其实是 我相信 这位记者说 这个就是曼联球迷 想看到一些曼联球员的特质 所以 由于我们在Buno看到很多很多这些情况 所以曼联球迷为什么那么喜欢他 还有一件事就是他经常 都很着重 要 真是 拿锦标 而且他不是只说不做的 他在球场上看到的表现 刚才我们 这位作者也说了 他这么进取的表现 正正就是告诉大家 他其实有多想赢球 而赢球的目标就是 继续要带领着球队 和他自己也要不停进步 现在暂时就未到这个程度 可以这么说 我记得我在 曼联早晨的节目 也有说过这个题目 很多朋友都同意 其实他只是来了半季 希望他继续在 发光发亮的话 就真的可以做到 好像 简东拿对曼联那么大的影响 好了 到下一季 来的一季 很多时候 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 Buno自己会在英超更加适应 希望他可以更上一层流 发挥得更好 但相反来说 对手也比较动识到 Buno究竟会怎么踢 所以也可能会有一些 针对性的部署 如何去对付他 说真的 这位作者 Adam 说他也很有信心 Buno由于他经常求变 和求胜的态度 就算对手知道他怎么踢法 他也会想到一些新的办法 去改善和进步 这个就是Adam所说的 我自己也多加两句 就是说什么呢 其实我自己觉得 除了Buno自己的个人努力之外 他适应了英超之后 再加上 教练团队 这次来说要做的功夫 就相对来说 就容易了 就是什么呢 希望可以 跟Buno一起 怎样将其他球员 是可以 跟他合作得更好 这个就很重要 我反而觉得 Buno的第二季 Buno自己的态度 或者做法 或者他自己想一些变化 我就一点都不担心 反而我觉得 Buno的第二季 或者 未来这一季的曼联 究竟可以有多成功 就是教练团队 可以怎样将 整队球 融入了Buno的踢法里面 当然 虽然说是融入Buno的踢法 但不代表一定要Buno在这儿才做到的 就是 去到再一个层次 就是说我们可能 也有其他球员可以做到Buno的工作 都可以合作 因为始终 我去年也经常说 上一季 我们的合作方面 都真的比较 小数 两三个球员自己 可能踢多了几场之后 就有些默契 看到出来 但是 是一个系统性 譬如某一些打法 是 这几个球员做到 但是 可不可以用另外几个球员做同样的打法呢 那个效果可能会差一点 但是可不可以不差得那么远呢 这个就是今年我们的教练团队最重要做到的事 所以呢 Buno的态度 Buno的 在球场上的表现 我不太担心 反而 究竟 我们怎样可以好好利用Buno这个弱引 去引爆 或者引发其他 球员的潜能呢 这个就是我最想见到 未来这一季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个类似的想法呢 如果是的话 就大家留言说一下好吗 OK 这次节目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听收看 拜拜 Hello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节的 曼联新闻一分钟 近期就踢着国际赛事 欧国联的比赛 其中一位球员 曼联的球员 在欧国联里面 表现真的不错的 就 真的可能 对我们曼联开轨来说 有些冲击的 这位就是Daniel James 丹尼尔占斯 代表威尔斯 就踢了一场球 Manchester Evening News的 Marcus Bank 就写了一篇文章 所以这一段节目 就是一个好文分享来的 就说 哇 我们终于 其实我们早就知道 Daniel James 应该怎么用 比较用得好一点 我们的名宿 杰斯 就好像完美 演绎了 究竟 丹尼尔占斯的说明书是怎样 不懂得观看 Marcus 怎么说 他说是一个国际赛日 英超开来之前有国际赛日 是前所未见的 但这件事 就刚好 可能令到James 就得益了 因为这位 易峰球员 自从去年 用1500万英镑的转会费 从小云斯 转了来曼联之后 他最初 都非常有影响力的 尤其是 一开球地标战 就入了一球球 对着车路士 大家记不记得 那场好像赢了4比0 然后对着水晶宫和 收藍顿 都继续有球 最初 开过头开得相当之好 但是 我想大家都猜不到 自从对着收藍顿 入了那球球之后 还要等多整整8个月 他在 欧巴杯 对着 LASK 那场 才能入球 才能入球 当然中间有个停赛 的时候 亦因为James的状态不好 所以也造就了 卡连·沃特的冒起 拿了他右边进攻球员的位置 大家都知道 卡连·沃特 亦因为成功 拿到英格兰的国家队的位置 昨天亦地标了 由于 Daniel James 真的比较沉 中间 这位22岁的球员 在曼联的位置 不保 但是 他的国家队领队 傑斯 即曼联的名宿 对他仍然有个信心 仍然征召他入 威尔斯的队伍 踢欧国联 他们对了 芬蘭 将会对保加利亚 曼联的令吉蘇斯一查 当然 也很想看看 究竟Daniel James 在这几场场的状态 傑斯就这么说 有时球员 就真的 当然 如果一直有比赛 对于他们的状态 可能会表现 令他们好些 但是 有时 在某些时刻 让他们停一停 没有那么多比赛 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呢 变成了他们有机会可以停一停 想一想 究竟 是怎样可以再做好些 还有有时 去了这个国家队踢一踢 有时转转的环境 有可能令到 他可能 有个另外的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打法 等他回到球会的时候 可能会踢得更加好的 杰斯就说 有可能 Daniel James 属于这个类型 因为 我们的英超 就离开了 还有一个星期 Daniel James 刚刚在 刚刚那场 欧国联比赛 踢得相当之好 杰斯就说 我对Daniel James 很有信心 因为我都很熟悉 尤其是去年 在马联开始的时候 踢得不错 但中间的时候 可能有些 时间 没了这个正选 越来越踢得少 可能在去年来说 对于他来说 可能是一件坏事 但是 这个停顿 或者这个阻滞 正正可以 希望 让他可以走得更远 更加改善得好 他就说 James 在威尔斯的表现 一直都很好 他在刚刚这18个月 都不够两年 实在相当之好 从青年队提升上来 上到史云斯 踢到一队的比赛 然后去了曼联 同一时间 在威尔斯 一直在 杰斯的带领之下 他一直都是 挺着重的 球员 杰斯就说 我认识的James 是一个很专业的球员 亦经常在想如何进步 训练时 亦相当努力 他的态度从来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肯定他会越来越好 James 亦回馈了 杰斯 因为他在 威尔斯赢1-0 那场比赛 赢1-0 赢芬兰那场比赛 就给了一个助攻 给他的队友 Moore 入了一球球 亦成为那场比赛的唯一一个入球 亦在这场比赛里 足以再一次 其实我会觉得 是叫做再一次的 因为其实 James 在曼联的时候 未来曼联之前 我都看过一些资料 或者看过一些数据 其实他真的是踢左边 比赛好一点 现在 在威尔斯的 国家队里面 再次证实 他打左边 真的踢得好一点 因为 在威尔斯那里 很多时候 James打到最擅长的左翼位置 交出的助攻 是相当之漂亮的 大曼联很多时候 右边不够球员 就找了他去顶 后来 当阿卡联莫特 上了位之后 就连这个也不用顶了 而且 始终 云比沙卡 即是我们曼联的右闸 跟其他球员的 咸接 或者配合 亦都要 上有一段距离 才可以 叫做做得好 这样 他说 James在上一个球季 总共踢了1610分钟 踢右边 只踢了一球球 和一个助攻 相反 同一个球季 他在左边踢了1787分钟 就踢了四球球 以及有两个助攻 所以从数据上高 或者从刚刚威尔斯那场 球 的表现上来说 James踢左边 是绝对好一点的 他成功在每90分钟成功大波 在左边有6.45次 在禁区里面接触球 就有4.58次 一些比较有威胁性的 冲刺就是4.43次 传送的准程度 都是有4.78次 相对来说 就是比起左边 比起右边做得好 他 这个表现 不知道可否叫做一个说明书 令到他 就告诉 他真的踢左边比右边 但问题当然也出现了 左边我们其实有几位球员都可以踢的 包括 苏斯加比较信任的是福仔 经常都会踢左边 马斯亦是比较偏向左边 如果他不踢9个位 所以James可能会是第2或第3选择 如果他跳踢左边 但其实对于他来说 现在这一刻其实都没什么吃虑 因为就算右边来说 他也是第2选择 现在如果隔离活特是可以踢的 基本上踢右边 都是选择隔离活特先 比James的正路来说 如果大家的状态是一样的 所以 我想现在这个情况 对于James也挺尴尬的 究竟他是不是 继续 左右两边踢 还是 苏斯加斯会比较上 比较稳定的 还是左边 总之有机会就被他踢 福仔现在伤了 他就有机会来 所以 我自己的意见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 再调一下 拍大巴角度 对于James 我的意见就是 他来之前 我都看他的数据 好像刚才所说 他好像是踢左边好点 来到之后 事实上 真的是 刚才这位 Marcus也有给了一些数据 大家的确是左边好点 再加上 他在威尔斯的脚 也是踢左边好点 还有 James已经是23岁 应该就是要开始定位了 就不要再做一个左右两边 这样 如果是根据现在的情况 踢左边就要跟福仔争 踢右边就要跟Greenwood争 既然两边都要争的话 不如就跌了深水 继续在左边发展 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状态 可以粗气跟福仔争一日之长短 因为福仔去年的表现 整季来说 真是OK的 但到最后 你会看到 他一来又经常受伤 好像Matthew所说 有很多受伤的困扰 可能是因为踢得太多 老实说 这件事 我以前废sir做得最好的 有些球员真的要仰着踢 尤其是福仔这些充斥型的球员 这么早已经上了一队 其实真的要好好保护 我怀疑 或者我自己个人的估计 占士可能这就是他的机会 因为如果苏斯塔 认真去考虑一个轮换的球队 球队要做出一个轮换的话 福仔 其他球员都不可能一季踢了这么多场 那 一些比较上 苏斯塔之前没有那么信任的球员 只要他及时粗快的状态 和表现给苏斯塔听 其实我也是有料到的 我觉得 是绝对有机会的 这个我相信就是占士 今季的一个 好好的机会 尤其是在季初 福仔现在也算是有点伤 是不是真的会出晒呢 都不知道 希望 占士可以好好把握 如果真的有这个契机的话 起码 都是有这个能力 和福仔争这个左边进攻中的中场位置 就比 强硬为了 球队的需要 踢了右边 反而令自己越踢越差 因为始终 他也是年轻 信心也是要慢慢建立的 OK 这个就是我的意见 大家都可以说一下 究竟你们怎样看Daniel James 多谢各位的收看 拜拜 你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节的 曼联新闻 一分钟 希望大家记得 CLS 留言 Like Share 最好就订阅 我们两个 讲曼联的YouTube Channel 包括 新闻台 和大巴台 好了 这一节节目 就讲少少财政的东西 首先 要讲一件事 就是说 刚刚在转播费方面 据据文 他停了 英超方面 赛会停了 中国那边的一些 转播 情况 因为 拖欠了一些 转播费 那里讲 相当多钱 所以 老实说 既然收少了转播费 大家都知道 转播费是很多英超球会 的收入的很重要的来源 包括曼联 究竟 这个 转播费拖数 欠数 而令到 收少了对曼联 的财政影响是怎样的呢 我已经和 会计仔朋友 会计仔兄 聊过 他就说 他现在正在忙 等他在工作上 忙完之后 希望 就可以做一集节目 讲一下 这个影响 亦都有一些 他自己也想了一些 财政的题目 和大家分享 因为上一次 我说真的 有时说财政真的很困难 因为我经常觉得 数字也很乱 但是 会计仔兄上次做得相当出色 很多朋友都说 真的好 说得一来有趣 二来 大家都明白 他说什么 究竟财政上 我们理解得多了 所以希望 遲些期待 会计仔兄 再说 我们说一说 一些关于 亦争财政的东西 尤其是 英超转播费 收少了 究竟对我们的影响 有多大呢 大家 如果都市 我会告诉大家 好了 这一节 就说 类似的东西 就是说财政 不过不是说数字 就是说 究竟 我们刚刚 终于第一签 就签了 弘迪碧克 亦都在谈 亦都在谈的 有 奥帕美卡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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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中坚球员 亦都 干燃 最贵的新组 究竟是不是 这个下季签就不知道了 因为会计朋友就说 我们未必够钱的 那我们不知道了 好了 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怎样去签款呢 找多些钱来买人呢 The Sun 写了一篇报道 我觉得非常之过瘾 亦都 我记得YouTube那里有 漫威已经留言 就说 不是啊 卖人就可以了 大便卖 就可以签到钱 哇 厉害 The Sun这篇报道 就跟我们说 主要我们买到九个球员的话 卖九个球员的话 就可以签到一亿有多的资金 哇 想起都很兴奋 这样搞一搞 又多了一亿去重新买人 是不是很开心呢 另一方面也都减低了 Sorry 另一方面也都可以减低了 我们那个叫做 新筹方面的支出 哇 是不是一举两得呢 那 我记得那位卖民就说 大便买呀 便宜的卖出去了 这样 我们的球迷就当然可以这样乱说 但是作为球员 就不能够了 因为他们 始终在卖球员方面 希望可以有一个 合理的价钱 那儘管看看 The Sun 他得到的一些资料 就说 曼联 有一班球员 总共有九个 如果卖掉的话 如果根据卖掉 曼联的标价 就能签到超过一亿 那儘管看看 曼联究竟 每一位 想卖掉的球员的标价 和大家心目中 又会有些 有没有不同 不如这样 我说完太阳报的 说法 或者挂牌的价钱之后 大家又说一下 你们觉得这几位球员 你觉得 可以 实际上 如果真的卖掉了 卖掉了多少钱 这个也是挺有趣的 究竟是否真的有一亿呢 还是 不是那么现实的数 儘管看看 好了 首先 重中之中 第一位 我想也不需要我多说 Jesse Lingard 原来我们的标价 是1500万英镑 1500万英镑 当然 他是我们的清分产品 但这两季 我想我们不用多说了 但不要忘记 他始终 有24场英格兰国家队 经验的球员 周身现在大约是75000 对 75000磅 一个星期 合约是2022年 之前曾经说过有几间球会对他有兴趣 究竟是否真的 卖掉了1500万英镑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第二个 有得14号 当然是说了15号 Andris Piera 小彭莉娜 他的标价 都是1500万英镑 他是进攻中场 但始终 其实我还要再说一次 这位球员 心态上是对曼联 但始终在技术上或踢法上 真的格格不入 所以也没办法 我自己也真是觉得可惜 他在曼联已经很多年了 年轻时已经签了 接着也爱责了几次 说真的 这一两年 尤其是今年 刚刚过去的球季 回到曼联之后 也是做一个替补的角色 由于 始终他出来的表现 也不太理想 所以机会就越来越小 现在暂时来说 听闻有 两个球会对他有兴趣 宾菲加和华伦西亚 两个球会都是想借 不是想买的 OK 所以 卖不卖到1500万英镑 就真的要看 接着下一个就是 世界 Chris Molling 2000万英镑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提过 曼联标价2000万英镑 但究竟是怎样呢 当然 他在去年罗马铁得商出息 亦都是罗马 我最新看到的消息 已经可以提价 1850万英镑 转会费 即是说双距只是欠 八几万磅 究竟曼联会会不会觉得 豪给你 还是 企硬2000万英镑 我想我们也会继续看下去 但我相信 我们也有一部分 曼联标价希望 继续留在这里 我想这个机会就越来越小了 OK 好 接着就是 英格兰孖宝 我以前常说 新的朋友 可能没听过 以前 一年多前 两年前 差不多 英格兰孖宝 除了细紧之外 就是一代宗司 Phil Jones 当然他刚刚上季 踢了很少场 现在曼联标价 是800万英镑 但大家要留意 他在曼联的周身 也有75000 磅 一个星期 所以都是属于高身的球员 他和曼联合 2023年 老实说 这个宗司 比较麻烦 因为他的伤病也挺重要 听闻 这个莫耶斯带领的韦斯咸 对他有兴趣 另外 亦都好像说 罗马也有 可能性 去找中司 回去 重组英格兰孖宝的组合 究竟是真还是假 就不知道 说真的 如果以全盛时期的 Phil Jones 800万磅 当然是值得 但现在的Phil Jones 我也很难说 说真的 下一个就是 Diago Darlot Darlot 即是这位右闸的球员 1000万英镑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2018年的时候 我们 在波涛那里买他回来 1980万英镑 即是现在半价 老实说 他 来的时候已经有点奇怪 为什么呢 他本身就断了脚 来之前 过来之后 才慢慢 即是 刚刚復原 差不多復原的时候 就过来 结果 都给了 一点的机会 但当时 Morreno买他回来 但Morreno 给了他的机会 也不算是太多的 结果来到 曼原也是 他主要的功用就是 帮 Buno融入 因为他跟Buno 真的是很友善 但实际上 在球场上 用到Darlot 就不多 要是说真的 他踢乘位 但他的全中波 其实真的不错 我也曾经说过 所以曾经也想过 云比萨加尼 会不会 我们右边进攻 经常不够 会不会推他上前面呢 其实 也有一两场球是试过的 但效果仍然差一点 因为他的射门 能力真的差一点 全中波 在现在的曼联 就不太有用 因为我们没有 实实在在的 9号接应 做一个异传 所以 始终 一来就伤 二来就是 踢法尚同 彭尼娜有点相似 就是说跟曼联 不是很相似 所以现在 唯有搬家出售 看看有没有人有兴趣 暂时 好像也未有任何消息 然后 这个球员 如果要买的话 就很多人 很多朋友都会有意见 就是拜利 拜利曼联的标价 是1500万英镑 他也说 很多球迷 觉得拜利是我们的中坚 其中一个最好的球员之一 华伦西 对不起 在维拉利尔 3500万英镑的新价 转过来 但又是那一句 这位球员 26岁的球员 又是经常伤 令到他踢得很少 而且他的踢法 亦都 间接地令到他比较 热伤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 究竟 你应该 应不应该 留 还是1500万 买走他 这个球员 比较难决定 据问 现在我们曾经 有没有兴趣 原来 AC米兰 说是没有兴趣的 这位球员 也是 其实很多球迷很喜欢他 就是马达 其实刚刚才续续约 究竟是否真的会卖 我不知道 不过 《太阳报》说 他的标价 是900万英镑 32岁 刚刚那年 那个球季 其实用他的机会 不多 但 他始终有一定的经验 我们很多的曼联球迷 包括我 也是这样说的 如果他存在一段时间 然后 在一些紧要 或者一些对他踢的赛事一出 其实他绝对 还会表现得很好的 但是究竟 是否仍然会用得多 再加上 我们整个球队比较 年轻化 以及在速度上 他能不能跟得到呢 我都说过了 其实 球队走得快 也要有人 比赛球上去 他做不做这个联系的角色呢 很可惜他防守方面 又真的未必那么够 实力 硬正 所以他又不能打得太厚 所以现在 这是很尴尬的情况 原来 土耳其的费伦巴士 曾经都试过对他有兴趣 但是 现在就告吹了 当时来说 曾经全国 想用1000万英镑 带他去土耳其联赛 但结果这件事是没有了 接着就是洛河 7-8万英镑 我想不用我多说了 其实也是 又是那句 你想想我们这么多球员 不少都是说伤多的 究竟真的球员这么容易受伤 还是我们医疗团队很有问题呢 这个值得讨论 这个也是我相信昨天 Matthew拿福仔的案例来说 这也是其中一个论点 究竟我们医疗团队是怎样的 以及最重要是什么呢 我们究竟 第一依不医得好的球员 以及 究竟在什么情况之下 让他们带伤上阵呢 我想这个平衡 是非常之重要的 洛河跟我们的关系 现在越来越差了 因为早一年 曾经说过爱华顿 想想买他过去 结果就好像说我们 由于价格设置得太高 还是不知怎样 结果做不成 结果洛河就 越来越 没有心机 在曼联 我们也不用多说了 曾经也报道过 在停赛的时候 然后他做过什么 我不再重复了 OK 接着这个 真的是 罗美 对不起 洛河的乡里 罗美劳 这位球员 我想不用我多介绍 亦都国温万迷 绝对 明白到他是一个 尽忠职守的后备 说700万英镑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 经常 我们说 这位33岁的球员 都是一个 尽忠职守的 需要他出场的时候 几天踢不到的时候 他就是可以做挺身而出做到的 但是 在杯卓那里 明明很多时候 他踢得好地 结果 比如四强的赛事 欧巴杯那里 就不让他踢了 结果 其实未必有自己的关系 但是我们就输了 结果 以上就是这么多 9位 曼联 有挂牌的球员 根据《太阳报》所说 加加买 原来有 105千万英镑 如果卖得了全部 以刚才那个届前 买走的话 所以绝对是一个 籌款的 一个可能性 当然 刚才所说的 转会费的挂牌 是否真的 可以完全收得到呢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打回折扣之后 如果真的买得完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 可观的 财政来源 或者收入 不过 事实上有几难度高 我想也不需要我多说 不过 好像刚才所说 大家都说一下 不如 你们听完 曼联的挂牌 在那个价钱 转会费 之后 你们又觉得 实际上多少 每个球员才能转到呢 或者是某几个 大家可以留言说一下 一起讨论一下 多谢各位收听的观看 这次来到这里 拜拜